大家好 世紀帝國3決定版 已經在4月14號新增新的文明 美國 但是你需要解鎖才可以玩 解鎖的方式有兩種 一種就是美國挑戰 挑戰50個任務 50個活動 50個但是一天只能挑戰3個 也就是說你需要經過十幾天 你每天打3個任務 你需要經過十幾天才能夠解鎖 還有一種方式就是直接購買 如果你想要直接購買的話 在這裡 在這個重大更新這裡 點進來 然後拉下來一點 拉下來一點 這裡你就會看到102塊 只有102塊而已 我是直接購買啊 因為我想讓大家 熟悉一下 等一下我再來介紹紙牌 你從這裡加入購物車就可以購買了 好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這個 美國 美國玩起來挺複雜的喔 我有玩過幾場 我覺得是裡面 國家裡面最複雜的 我現在還不太會玩這個國家 我只是先來介紹讓大家熟悉一下 這個美國的文明 有哪些紙牌啊 然後你自己決定你要 你要挑戰50個任務 等十幾天還是你想要購買 我們先來看一下家鄉城市 家鄉城市 我是覺得畫面還不錯啦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紙牌 紙牌 紙牌 有多了幾個幾個你沒有見過的紙牌啊 我現在我先來先讓大家來看一下 有哪些紙牌 大概介紹一下 其實我自己也不太會玩這個國家 我先讓大家了解一下有哪些紙牌 像這個啊 愛爾蘭移民 運送兩個擴方者 然後每個五分鐘再運送兩個 還有這個荷蘭移民 就是 運送一個銀行馬車 然後增加村民的 從礦場收集的 的速度 還有 法國移民 法國移民 我是覺得這個比較實用 法國移民運送三個 森林庫民 並且增加村民的 戰鬥力 不過需要200個木材喔 像這個荷蘭啊 它也是需要350個黃金喔 這個 愛爾蘭移民 它就不需要支援了 然後這個德國移民 也不需要支援 這是 擴方者馬車 然後西班牙移民 運送一個 運送一個哨戰馬車 不過這一個啊 這個西班牙移民 我是覺得 它的亮點在那個 經驗子細流 增加1.7速度 經驗子的細流 它的亮點在這個地方 你自己決定要不要用 然後中國移民 運送一輛交易戰 的人力車 然後 這個 這一個交易戰 人力車 建好之後啊 你就可以免費在生產 免費在募集 交易戰人力車了 就是你只要這個 這個 這個指牌 打了這個指牌之後啊 你就可以免費的 免費的募集 你那個人力交易車 免費哦 這個是中國移民 接下來這個 大家應該都知道了啦 這是第一個 那個第一時代 那個探索時代 的時候 然後商業時代 商業時代沒有幾個可以用的 我是覺得沒有幾個可以用的 這個 這個就是增加 增加這個 周民兵還有後備民兵的設成 加4喔 這個 啊這個 運送400單位的木材 還有增加 村民收集木材的速度 才增加4%而已啊 才增加4%而已啊 我 我是覺得 如果你要用這個的話 你不如就用第一個時代的這個 加快那個村民20%的速度 不如就用這個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啦 這個是時代二 還有商業時代的時候 還有那個要塞時代的時候 那個 運送這個 運送兩個碉堡馬車 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的均勻啊 像類似俄羅斯那種均勻 但是還有增加 村民的工作速率 獵殺動物的 工作速率喔 獵殺動物 30% 不過我個人覺得 你到了要塞時代的時候啊 動物應該都沒有了啦 到了這個時代 應該都是 種田的啦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到了要塞時代 應該大家都是 用種田的啦 然後這個 這個 增加重裝負兵 後背負兵的攻擊力 還有生命值 然後 這一個 大陸射手 這一個 跟這一個 我是覺得 就是必須要用的 這兩個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是美國的那個 那個 就是取代音砲 美國 這個國家沒有音砲 但是它有這個 魔鬥機槍 美國沒有音砲喔 然後這個 這個 美國海軍陸戰隊 就是把那個 那個 從那個 市政中心 可以生產那個 後背民兵嘛 有時候 有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敵人來打的時候 你可能會用到 後背民兵 這個紙牌它就可以 把這個後背民兵 升級成那個 海軍陸戰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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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後背民兵出來的時候 會 它會自動掉那個生命值 這個海軍陸戰隊 它就不會 不會掉生命值了 同時 增加那個工程的 工程的攻擊力 還有 攻擊砲兵的 傷害 然後這個 這個也是 比較實用的 增加步兵還有巨兵的訓練速度 這個也是很實用的啦 還有 還有美國一些那個 海軍的啊 那個海戰的 我都還沒有玩過 所以海戰的啊 你就要自己去摸索了 這個傭兵啊 我也沒有玩過 因為這個才出 昨天才出而已 昨天前天才出而已 我現在只是讓大家熟悉 有哪些紙牌 讓大家先讀為快 然後 來看一下工業時代 因果移民 可以從房屋生產村民 可是已經工業時代了 我覺得應該 條約戰比較需要這個紙牌 主要就是工業時代啊 主要就是這一些 這一些 無限次數的 有那個破擊砲啊 還有長中砲啊 還有這個 我是覺得這個比較實用 這個 這個還有那 還有其他那個 無限次數的 這個啊 增加其砲兵 還有重型加農砲的生產速度 生命值還有生產速度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這個也是蠻實用的 這個 運送800單位食物 還有增加村民從 模仿蒐集食物的速度 就是從農田 收集食物的速度 收集食物喔 應該是沒有黃金啊 沒有收集黃金的速度 不過也是很實用啊 然後這一些啊 這一些 就要靠你們自己研究一下 因為我這個 我對這個國家還是很陌生啊 我今天主要就是 讓大家了解一下有哪些紙牌 它這裡紙牌有20個紙牌 但是其實不是20個喔 因為你每 它這個文明就是 你每升級一個時代 就會增加兩個紙牌 現在啊 我就來介紹 升級時代的時候 有哪一些紙牌 這個美國啊 每升級一個時代 都會有五個讓你選擇喔 就會多兩個紙牌 那我現在啊 只能針對我知道的來講解 然後你自己 自己 自己看 研究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這個 運送300單位的食物 還有三位清教徒 清教徒就是村民啊 這個 然後這個 如果你選擇第一個啊 就會多兩個 這兩個紙牌 如果你選擇第二個 我會選擇 你會選擇 另外一遍 因此 這也是 要可以選擇 我現在只能針對我知道的來講解喔 這個啊這個你選擇這個的話 擴放者就會就會變成60個食物 60個食物而已啊 你還要打指牌才有用喔 還要打指牌才有用喔 等一下會讓大家看一下 我是覺得第一個時代齁 第一個時代這個 這個比較實用啊 這個是第一個時代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升第三時代的時候 也是會有五個讓你選擇喔 我們來看一下 進入下一個時代的成本大幅降低 但是升級的時間大幅增加 就是說 雖然免費 但是升級的時間變得很慢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這個 你要注意後面這一段喔 後面它那裡有些 略微增加 你點擊這個指牌之後啊 雖然有那個槍技兵 但是 但是那個 所有單位跟科技的訓練速度會 變慢了一點點喔 略微增加 略微增加 這一個的話 這個 雖然上面 你點這個指牌 要塞時代的時候就會有工廠馬車了 因為這個工廠馬車 只能限制有兩個啊 這個美國 那個美國 它到了工業時代就會 就會有兩張工廠馬車了 所以這個要不要用喔 你自己要斟酌一下 比如說如果你要在要塞時代打很久 你就可以點選這個 我們再來看這個 這個 如果你打的是海戰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這個 這個我沒有用過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 接下來這個是 要塞生工業的時候 要塞生工業 同樣有五個讓你選擇 這個 這個我用過 這個啊 它上面寫說 運送一輛黃金礦車 就是多了一個黃金礦場 還有市政中心改為自動 免費生產村民 就是說 市政中心變成跟二圖曼一樣 自動生產村民 而且還可以超過100個 比如說 如果你打60分條約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個 因為村民比別人多啊 收集資源就會比別人快 這個 這個我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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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啊這個 運送一輛堡壘馬車 可是它的亮點在這個啊 就是貿易路線的支援 增加一倍 就是比如說你打的是那個 像大平原那一種地圖啊 它有貿易路線啊 這個是 藥菜生工業 這是升級帝王時代的時候啊 可以選擇的 這個 加快村民從農田收集資源的速度 啊這個 古武之騎 古武之騎就是 美國的探險家他有個技能叫 古武之騎 類似 日本的大美一樣 可以 周圍的那個單位攻擊力都增加了 不過它的範圍更廣 而且還可以增加那個 建築物的生產速度 但是 但是那個企啊不能插在市政中心附近啊 一定要離 那個市政中心有一點距離 這個 如果你玩的是用兵啊跟網民跟網民之圖 你就可以選擇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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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緩慢的生產單位 就像類似日本的稻廠一樣 跟日本的稻廠一樣 會緩慢的生產部隊 跟日本的稻廠一樣 你有沒有覺得美國升級時代的時候 挺麻煩的 一下子記不了那麼多 沒關係 你可以藏回來看一看 這樣就不用浪費時間去 重玩遊戲了 這個就是生帝王時代的時候 但是我覺得啊 第一個比較實用 因為它增加村民的收集速度啊 還有那個 鼓舞之起的範圍 大幅增加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紙牌啊 你 升級了那個 這個 升級時代的紙牌就會在這裡啊 上面 最上面這一排 最上面這一排 所以美國啊 美國的紙牌不只25個 如果生完帝王時代的話 會再多兩個 這兩個就是工廠了 工廠的紙牌 我今天 只是簡單的介紹一下 美國這個新的文明 讓大家先讀為快 如果有 有地方沒有 說到啊 或者是 講解的不好 請多見諒喔 大家對這個新的文明 有什麼看法的話 歡迎留言討論 請多見諸